还原达摩,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,他到底是怎么死的?达摩这个外国人,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,不如皆知,在中国佛教史上,他有着重要的地位,被尊为禅宗出族。 在中国武术文化中,他也有着特殊的地位,被传为达摩老祖,在中国民间,关于他的传说,更是神乎其神,千余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,但就是这么一个,被传的神乎其神,而又无比重要的历史人物,在中国的正史中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,除了旧堂书方济传中,在玄奘、神秀之后, 会能,普记之前,那161字之外,再无半点记载,那么达摩在中国历史上,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?真实的境遇又如何呢?如雷贯耳,赫赫威名之下,他又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呢?我们先来看看他在中国留下的几个故事,一,质押梁武帝,据中国佛教禅宗史书古灯会员记载,达摩,摩,摩, 初见梁武帝,梁武帝问,朕起似杜僧,有何功德?达摩说,实无功德,梁武帝又问,如何是圣地第一役?达摩说,豁然无圣,梁武帝,对阵者谁?达摩,不实,地不弃,达摩碎渡江至位,梁武帝消炎,是中国南北朝时期, 南朝梁国的开国之君,在位48年颇有政绩,晚年他又大力推崇佛教,恨不得把整个梁国都建成佛国,可以说他对整个佛教,在中国南方的发展贡献巨大,对于自己的这个贡献,梁武帝内心也是十分傲娇的,毕竟他是皇帝, 举全国之力发展佛教,发展到皇帝四次出家的,在中国历史上,也就他这一个,可是达摩却说他,没什么功德,梁武帝一看这个外国和尚,不会说话,以为他是不愿意拍马屁也就没跟他计较,就直接问了修行上的事,那什么是圣地的第一要义?圣是神圣,必是真谛, 佛教教一把,苦,急,灭,道,列为四圣地,达摩却直接说,没有圣梁武帝不高兴了,那我对面的是谁?前台词是,你不就是个圣人吗?达摩说,不认识,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,梁武帝当时心中一万个疑问,然后拂袖而去,达摩在南梁也待不下去了,就过长江去了北魏, 这就是中国禅宗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公案,达摩为什么能够质押梁武帝,被后世代代相传,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有无凡圣这些个概念,让人有当头棒喝之震撼,如识破天经般蒙醒,什么有功德,不功德,什么凡人,圣人,在达摩的世界观里,统统都不存在,他要的是直指人心,什么是直指人心, 就是唯心主义,不唯物,不唯实,只唯心,当然这个时候达摩还是客观唯心主义,到会能的时候,已经开创了主观唯心主义,二,一,纬渡江,小时候看客就听父亲讲过,达摩老祖,功夫如何如何的高,一支芦苇过长江,据传,达摩跟梁武帝见面后, 因为话不投机半句多,并没有得到梁朝皇帝的认可,达摩不知道是自己灰溜溜的离开的皇宫,还是被驱逐出宫的,反正是一出宫就赶紧往北位跑,跑到长江边的时候,梁武帝的兵已经追了上来,当时江边没有渡船,达摩情急之下,掐了根江边的芦苇, 往暗流汹涌的江中一抛,然后一跃而上,踩着那根芦苇就渡过了长江,这就是达摩祖师一尾渡江的故事,至于怎么渡的,符不符合力学原理,那还重要吗,重要的是,中国人眼中不可逾越的长江天茜,就这样被达摩用一根轻飘飘的芦苇,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给过去了,这也一举奠定了达摩在中国武术文化, 中老祖的地位,清宫绝对是第一,不接受反驳,所以,至今少林寺中还有达摩一尾渡江的时刻,少林七十二绝技中,也有一尾渡江这门清宫技艺,那么这个一尾渡江到底是怎么来的,梁武帝应该是确实派兵,追过达摩,不过原因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法是,梁武帝被保治和尚说动,又觉得达摩是对的, 想追回来继续理论,另一种说法是,听说达摩要去北魏,那怎么行,北魏是敌国啊,我得不到的东西,怎么能让敌国得到,试杀试囚,先追回来再说, 就是在这么个背景下,达摩渡江去北魏的,这中间就给了后人无情的想象,一个是一国高僧,一个是皇帝高僧,简直就如长安十二时辰, 那般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,先是被请进皇宫,然后一言不合就一拍两散,然后又前有长江天倩,后又梁国追兵,就问你他怎么过的江,到底怎么过的江, 其实南梁和北魏是有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的,中国老百姓每天都怎么过的江,而且诗经早就有了义伟过大江的说法,诗经何广,谁为何广,义伟行之,当然了,不排除像达摩这样的高僧, 确实有义伟渡江这样的神通,虽然平时不轻易是人,但到了关键时候,拿来保命,也不是不可能, 三,九年面壁,九年面壁是说,达摩从南梁来到北魏,先去了洛阳,后来又来到松山少林寺,在少林寺后山的侮辱风上,每天什么都不做,就是面壁打坐,结果一坐就是九年, 在山洞的洞壁上都印出了达摩的影子,至今少林寺内仍有达摩面壁影时,当年达摩面壁的山洞,现在就叫达摩洞, 已经成为少林寺,必去景点和历代禅宗弟子朝圣之地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, 这其实跟达摩传下来的修行方式有关,禅宗出祖菩提达摩,终日投妥苦行,面壁观心,禅法不立文字, 直指人心,既有且玄,就是说,达摩的禅就是面壁修心,跟传统的讲经说法,根本不一样, 所以,才有,传统禅师大为不齿,是为异端邪说,当然了,现在我们知道,达摩是禅宗出祖, 提倡的就是大乘必观法门,但当时这种类似于面壁修过的做法有多么识破天经, 有多么不被理解,就只有达摩他自己知道了,就是因为不理解, 大家才把这个事儿当成新闻来传,传到最后就成了达摩九年不吃不喝, 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鸟都在他头发上磊窝了他也不知道, 就是因为不被理解,达摩的禅法才传了九年, 在中国三表多,三个三世九,还没找到传人,可见当时有多难, 四,断臂求法,断臂求法,是讲有个叫神光的人,来向达摩求法, 当时正下着额毛大雪,达摩说,等什么时候天降红雪了你再来吧, 神光一听,二话不说,抽刀把自己胳膊砍了, 用鞋把达摩身边的血都染成了红色,达摩一看,觉得这个人有慧根, 还可骄,就收下神光为弟子,改名慧可,慧可也就成了中国禅宗的二祖, 现在少林寺内还有丽雪亭,据说就是当年慧可断臂求法的地方, 这个故事一听就很假,但他反映出来的求法有多难,传法有多难, 却是无比的真实,先说求法有多难,东汉刘备有三股茅庐在前, 也是大冬天的,大雪纷纷,寒风刺骨,在那外面等, 这还只是求个治国之法,北宋有阳时城门沥雪在后, 更是等到雪深一指而人不动,所求之法,不过是学问之道, 而慧可要求的,可是安心之法,性命之道, 能找到一位名师有多难,找到了名师,学法也很难,师父领进门, 修行在个人,所以,达摩在松山传法很多年, 收徒无数,大家也都用断臂求法的精神来学了数年, 也不过是,慧可得水,道欲得骨,你总吃的肉,道腹的皮, 学成之后,传法还很难,慧可的师兄谭林, 因为传播达摩的闭关谈法,直接被佛教保守派砍掉了一只胳膊, 谭林胳膊伤一好,继续传,人称丹臂传法, 后来,另一只胳膊也被砍了,伤好后,继续传播, 故史上称谭林为法林,不必临,当然了, 慧可本人也是毕生都在乱世夹缝中,艰难传法, 直到最后客死他乡,藏于邯郸,在河北传法时, 被佛教保守派联合朝廷以妖言获重罪, 直接砍头了断臂求法的故事, 很可能就是达摩慧可这一脉求法, 许法,传法的写照,虽然, 不是慧可一个人的,但却以慧可为代表, 打揉了众人的故事, 这才有了禅宗历史上断臂求法这种血淋淋的超现实主义, 而又无比现实主义的传说,五, 支吕西归,吕是邪的意思, 支吕西归就是达摩最后穿着一只鞋子, 向西回国的意思,公元522年, 北魏的宋云和慧生西天取经回来, 听说达摩已经死了,宋云和慧生一听, 不可能,前几天在回来的路上, 还碰见那老头了,光着脚丫子,挑着一只草鞋, 晃晃悠悠地说,是该回国了达摩的弟子们一听, 还有这回事儿,赶紧挖开达摩的墓地, 打开棺材,还真没有尸体, 只剩一只鞋子了哦, 这个故事很传奇, 传奇到正史里都记有一笔, 奇年,为使宋云于聪领回, 见之,门徒发奇目, 但有一缕而已, 为什么会这样? 后世有学者大胆推测说, 宋云在回来的路上, 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个叫达摩的人, 因为现在, 在中国达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, 但是在国外, 达摩这个名字跟我们中国的王伟李磊差不多, 在外国人密集的西域之路上, 碰见一个也叫达摩的僧人, 也不是不可能, 那么, 棺材里怎么就只剩一只鞋了呢? 这个问题, 其实也可以理解, 因为达摩其实就是被他的门徒们毒死的, 为什么要毒死他? 因为他传播的法太一端学说了, 为什么是他的门徒毒的? 因为被收买了, 达摩中毒身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, 旧唐书方记, 乃之位, 隐于嵩山少林寺, 预毒而足, 明确说了, 达摩就是被毒死的, 至于是不是如传说中的, 被人六次下毒, 前五次都被达摩识破, 到第六次达摩, 自觉与中国的缘也尽了, 自愿服毒而死, 就不知道了, 反正, 达摩确实是被毒死的, 那么, 毒死他的门徒们在听到宋云说的, 达摩已经息归, 是不是就大松一口气, 同时也免除了, 杀人偿命的死刑威胁呢? 所以他们, 必须说没有死啊, 而那些追随达摩的弟子们, 也都宁愿相信这是真的, 毕竟他们, 从内心里还接受 顾了达摩以死这个残酷的现实, 他们更愿意相信, 他们的老师, 已经挑着草鞋, 悠哉悠哉地回家了, 中国的群众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, 人家千里迢迢来给你们传法, 你把人家给毒死了, 这绝对不符合善良的中国群众那朴素的价值观, 来者是客, 有去有回, 就是此, 你也得让人夜落归根吧, 也得让人家回家啊, 可见, 直履西归这个神奇而美好的传说, 中间又寄托了多少人复杂而难言的情怀, 当然了, 直履西归也可能本来就是真的, 老如也希望他本来就是真的, 中间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